在饮食的观念和追求上 大政法师也鼓励大家 多吃素 少兆业 在疫情爆发之后 应该好好反思自己对饮食的观念 追求必须正常化 佛教提倡素食 不杀生就是环保的善行 即使未能持长素 至少应该多素少肉 既环保又健康 在武汉的疫情当中 他们有发掘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说奇怪 奇怪了 怎么吃粗的啊 都死了吃粗 怎么吃粗都没死 所以这个一年 就引起很多的一年 就来探索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03年的SARS那一段 我们台湾死了76个人 但唯一只有一个 出40人网证而已 所以我们呼吁 就为什么都不要杀生 因为不要杀生的当中 因为你来着 你身体没有那个弱烈的味道 它这个病毒 它就不会找上你 从佛教的因果观来说 这个是众生的工业 工业之使 共同生活圈的群体 共同的行为 引发共同的果 这个就是工业的因果 这次的疫情 可以说是给人类的一个警报 大家应该痛定失痛 多吃素少造业 十方新闻规文许建议 高雄采访报导